各位觀眾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 這隻鱷魚正呲牙裂嘴 一步步靠近柵欄 而這段畫面是來自美國 佛羅里達州的可可海灘 這隻鱷魚竟然試圖 鑽進柵欄中間的空隙 而且牠只花了五秒左右的時間 就讓兩隻前腿是穿過了柵欄 最後甚至是整隻鱷魚 順利的來到另一邊 拍攝這段驚人畫面的 是住在當地的比爾 鱷魚闖入牠家的院子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牠有什麼感想 其實這隻鱷魚 就住在比爾家旁邊的高爾夫球場 但牠卻把蛋生在了比爾家的庭院 因為這裡是比爾一家人的活動範圍 所以牠們已經找人處理掉鱷魚巢 希望不要再見到這恐怖的瞬間 以上就是來自美國的最新畫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